假汗,又被称为枕头效应,Heading Below Hip,类似一个人把头靠在枕头上的形状而得名。 枕头效应是BGA封装的一种典型且特有的失效模式。 枕头效应发生在BGA气件的回流过程中,由于气件、电路板的板翘,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变形,使BGA汗球和膝膏分开,各自的表面层被氧化。 当在接触时就形成枕头形状的焊接,而不是完整的良好焊接,导致假汗的原因很多,吸球或焊盘氧化,炉内温度不足,PCB变形,膝膏活性较差等。 BGA假汗特点是,不易发现,难识别,目前比较可靠可以分析枕头效应不良现象的方法是,使用染红试验,以及微切片分析。 但这两种方法都属于破坏性检测,所以飞到必要不建议使用。